我是張正 《老爸的笑聲》這本書 是一部世界級的菲律賓文學 他用非常幽默的筆法 寫出了菲律賓底層人民的苦難 以及他們的智慧 臺灣第一本翻譯的菲律賓文學 《老爸的笑聲》 看見笑中帶淚的旅宋島農村 所以看的時候你笑 可是你其實 我相信你也會 就是有一點心驚 會不會那樣子的社會狀況 跟臺灣 就我們臺灣會不會也變成這樣子 從東南亞文學作品 映照臺灣社會 臺北車站事件 讓我們學會尊重多元文化 人家是一年一次的開災節 那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 就像我們的新年 開災節是伊斯蘭教的 就最重要的一個經歷 那他們能去哪裡呢 本週專訪四方文創張正 帶你從東南亞文學作品 更認識我們最親密的鄰居 每週一至五 鎖定UDNTV 意想世界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